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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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你回家 就有暖洋洋的燈光在等待 我喜歡你起床 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臉龐 我喜歡一出門 就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歡一家人 心朝著同一個方向眺望 我喜歡快樂時 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歡受傷時 就想起你們溫暖的懷抱 我喜歡生氣時 就想到你們永遠包容多麼偉大 我喜歡旅行時 為你把美好記憶帶回家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相親相愛的一家人 有緣才能相聚 有心才會珍惜 我必讓漫天烏雲遮住眼睛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相親相愛的一家人 有福就該同享 有安逼人同當 用相職享受 還地久天長 有福就該同樣 媽今天要出去拍呀 每次都跟著您出去轉 都得叫您戴衛老師了吧 老師不敢啊 老帶就行了 可別呀每次都麻煩您 戴衛師傅 什麼師傅下白虎 快過了吧 我已經都準備好了 好啊那等會兒見啊 拜拜 怎麼今天又要出去啊 我看你還上癮了啊 咱還有五眼都起來折騰啊 不是 有人指導跟自己折騰 是不一樣的 戴衛指導的行嗎 特別好 我按照她說的做 我覺得出來效果以後 就是跟以前不一樣 那她怎麼不出名啊 我看你就是對著 連那個年華拍那老虎 都能比她早出名 您這麼說就不厚道了 我覺得戴衛老師 就像是那種 懷才不遇的文人一樣 就就像您以前說的什麼 就像我爸好像就是 懷才不遇的文人 誰說過了 那是替趙鵬飛打掩護的啊 難道媽身邊的 懷才不遇的文人 那都是你爸啊 也可以 你瞎說什麼你 你跟戴衛好像挺頭緣的啊 我覺得吧我們倆 有點自來熟 她跟誰都自來熟 還真不是 我跟她是那種 特別有緣分的自來熟 反正說不清楚 行了行了 快去吧 您再睡著回弄假吧 我走了啊 拜拜 真夠快的 會是什麼結果 沒什麼結果 不會今天就這麼完了的 全體起立 我判決 劉元森為主要監護人 在此我將劉秋秋的監護權授予劉元森 以上判決 第十生效 謝謝 晚上我去接孩子 姐 沒事啊 姐 相信我不會就這麼完了 趙總 昨天晚上謝謝你來接我 沒關係 員工有難老闆支援嗎 昨天晚上出了點事 一個人喝多了實在不行了 不然不會麻煩你的 出什麼事了 我還以為你是跟朋友們都玩疯了呢 昨天 昨天男朋友跟我分手了 是嗎 那你 沒事 我昨天晚上就是一個人有點鬱悶 現在好了 對不起 我失態了 沒關係 不用這麼緊張 在公司呢咱們是工作關係 我是你的上司 出了公司咱們就是朋友關係了 你就把我當成老大哥就行了 以後如果再遇到什麼鬱悶的事 可以隨時找我來聊聊 謝謝你趙總 我真幸運能用你這麼好的上司 別 你要真犯錯了該罰還得罰你 要不這樣吧 你先回去休息兩天 恢復恢復心情 情緒不好對工作也有影響 不用了 我現在已經沒事了 不然你先忙我出去了 好 多喝點水啊 趙總你人真好 好 趙鴻 孩子永遠是你的 沒有什麼能夠切斷一個目線 和孩子的聯繫 趙鴻正在積極地為你想辦法 為什麼叫喬 走的不算有辦法 反正我現在也沒心思去想那麼多了 舅舅 舅舅是個怪孩子 他很聰明的 謝謝舅舅 不看你先休息一會兒 回頭我再來找你 舅舅 我沒事 您有什麼事就現在說吧 那好吧 這個呢 是剛他們做好的提案 我看過了 沒有什麼問題 完全按照我們提出的條件 從最好的地段開始 銀行貸款也拿下來了 就等你簽字了 舅舅啊 我知道 我現在這麼說不合適 但是咱們能不能暫緩幾天呀 為什麼呀 這是我們現在遇到最好的局面了 你知道這海南地產市場 不是這麼容易打進去的 趙鴻 我知道 可是我現在被太多的東西影響了 影響得我無法判斷 舅舅 你說你現在讓我做決定 這理智嗎 趙鴻 這是我經過這麼長時間 才努力得到的結果 退一步功敗垂成啊 舅舅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來得太容易了 舅舅我現在狀態什麼都做不了 咱們還是先保守一點吧 這樣吧 你先幫幫我 跟他們周旋一下 咱們先掌管一下好嗎 你確定 嗯 好吧 我知道了 謝謝你啊 所以啊 這個案子完全是因為被告屬於弱人 你不能說的那麼絕對 好歹也是有法律依據的呀 得了吧 什麼叫臨時性犯罪 這不扯淡了 怎麼了 風風啊 這這什麼東西啊 這是魚肚啊 我聞味怎麼那麼噁心啊 咋了我吃杜瓣盒挺好吃的呀 又來了 你你把照片都噁心成這個樣子了 吃個魚肚有那麼噁心嗎 對嗎 去吃個魚肚子 我吃了那些肉 就吃了我 有什麼都會吃到 我吃了 我去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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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都會吃到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妈 妈 晚上好啊 妈 赵青 什么都跟你说了是吧 是啊 原生一会儿就来了 我知道 我小外孙妮呢 屋里收拾东西 完了完了 出人命了 小青 你这都进去一个钟头了 还出得来吗 马上就出了 你这个莫道驴 你还嫌我念叨多 那外面布干净的东西就不能乱吃 你说 你守着我这么一个大厨老公 还去外面吃 这就是赤裸裸的报应 那老天爷都要惩罚你的馋猫 我说 你要是吊到厕所里 我可拿钓鱼杆来救你啊 怎么样怎么样 不错 进步很明显 经过这几天啊 这手啊终于一步倒了 你还说呢 你都不知道你这相机有多沉 我挂脖子上都快得脊椎病了 告诉你 我们搞摄影的这脖子啊 都跟那厨师似 脑子大脖子粗 你看我啊 这脖子 你还听我自知之明 好了今天啊咱们就到这儿 刚才我跟你指那几张啊 你哪会给你妈好好显摇显摇 可以直接往杂志社投了 什么杂志啊 支烟 讨厌 对了这个胶卷啊 我今天晚上还得给你洗出来 明天啊 让你看看胶卷和这数码的区别 这么高级 你还会洗胶卷呢 小刹啊 就在我那卫生间里去 你在卫生间洗胶卷 我告诉你 我那卫生间是三用的 既能洗胶卷 还能洗漱 还能方 真恶心 可是我明天有事我可来不了啊 那 那我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吧 多麻烦啊 正好啊 我也想一个 好吧 那就麻烦你了 好 快走吧 我们你妈啊 真着急了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戴戴老师 好 再见 家家同学 妈 你来了 秋秋妈 哦 我去叫她 她东西在那儿 宝贝儿 宝贝儿 爸爸来接你了 我可以再多住一个晚上吗 本来有样东西 我是想等你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 给你个惊喜 现在是送给你的时候了 粉色的 你最喜欢的颜色对吧 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 说什么都行 好 同学 同学又救电子了 作业不会写了 或者想见妈妈了 你随时随刻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真的吗 很快的 半个月我们就见着了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她一直被照顾得很好 她一直被照顾得很好 姥姥 乖孩子 她 过不了多久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乖 乖 一定要开心点啊 我 老家 我 乖 乖 乖 老家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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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轻人 年轻人 儿子 妈 见见的孩子 都会过去拿 儿子现在有多胖了 看照片不过瘾啊 对啊 得抱着他才能感觉得到 我也想你 每天都想 老婆 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看着空淡淡的另外一边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好 那我要工作了好吧 替我亲下儿子 好好好 还有你 怎么了 有事 没事 就是来看看你 我挺好的 我觉得你不应该 每天这样埋在工作里 是吧 你这么认真对待全公司 对大家都是好事 可你这样太亏待自己了 没什么亏待不亏待的 我现在就一个人 不工作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的 你可以出去放松放松呀 找些快乐的事 总这么压抑自己 太累了 好 我会考虑的 你要是不嫌弃 我倒是知道一些 适合你的地方 适合我的地方 好 那有机会的话 你陪我去逛逛 好啊 好 把这个 帮我发快递 上面有地址 好 来了 是你 那么大早有何贵干 我呀 给佳佳送照片来了 昨天晚上刚刚洗好 是吗 那今天坐会儿吧 我给你倒壶水 坐着 来 佳佳啊 还睡着呢 这要不跟你拍照片啊 都这样 年轻人啊 都这毛病 来 这照片 你对佳佳还真好 有缘吧 难得她喜欢拍照 就算我收了一个小徒弟 你别看佳佳挺尊敬你的 我要说你坏话 她还不高兴呢 这叫徒弟孝敬师父 你说我坏话干吗 我说别人坏话 对得起你吗 也是 你说我呀 反正我也不吃亏 早 佳佳 佳佳 佳佳老师这么早啊 给你送照片来了 这么有效率 熟练工种嘛 你什么时候也教了我洗照片 教你洗照片 现在都是数码了 基本上用不上 偶尔洗一次 也是涂个新鲜 涂个热的 不过你要真想学呀 我随时都能教你 好啊 戴老师 我周末过生日 你一起来呗 好啊 不太合适嘛 这个 怎么了 戴老师也是我的朋友 是吧 不是 也许戴卫有什么事啊 什么的 没事 我就是说呀 周末我有空 其实我呀 每天都挺闲的 那得这么说定了啊 马上我回去再睡个回笼啊 说好了啊 好 戴老师 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文姐 我要真想干什么 还用等到现在 你能不能注意点 文姐 你想的太多了 我想的问题 没有一个是无缘无故的 我要上班了 你呢 早点摊 吃早点去吧 那请吧 进来 赵总 钱已经汇出去了 钱 什么钱 一二二的钱啊 咱们不是通过他们的提案了吗 什么 您是怎么想的 我是让您告诉他们 咱们不做这个生意 我认为我做了合适的举措 何况我还是财务总监 我有权筹集资金 我也有权签署支票 我也有权认可 我觉得合适的生意 可我是总裁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这就是欺诈 欺诈 好啊 好啊 告我去啊 告了我 咱们就不用做生意了 把我逮起来好了 也许我真应该这么做 也许你应该试着信任我的判断 信任 在您做了这种事之后 就你在这么大的时候 我就在这家公司工作 先是你爸 后是赵涛 现在是你 你们应该都信任我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佳佳 你这个周末来这儿过生日吧 这不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再这么说 你也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本来还想在家 就到这儿过 我把你哥哥姐姐都找来 你也是来我们家 过的第一个生日 很有意义的 阿姨 这儿不好吗 别跟我客气了 正好给赵磊接风 你过生日 她回家 两个好事凑一块了 谢谢阿姨 别客气 阿姨 那我妈有一个搞摄影的朋友 我可以把她叫过来吗 就是你那位老师 好啊 非常欢迎 那也让我们见识一下 能教我们家家的大文化人 是什么样子 谢谢阿姨 不客气 阿姨 德鲁 文杰 回来了 你怎么又来我家了 我呀 不是不能三宝这个 那行 进去说吧 好 那就快说吧 想说什么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家姐 什么事 告诉她应该知道的 你指什么 那家人跟她根本没关系 她就是赵蓬菲的女儿 你觉得我信吗 你信不信无所谓 只要家家信 文杰 你这么做对我跟家家都太残酷了 什么叫残酷 你知道家家需要什么 她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她现在有了 这是一个骗局 这不是骗局 她就是赵蓬菲的女儿 那家家信不信无所谓 只有你信 晚上 谢谢 小蕾 40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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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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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蕾 小蕾 你怎么办 没事 没事 老年儿子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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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瘦了 瘦了 瘦了 我家吃饭吃完就胖了 再把它对我哥们 来呀 你好 你好 快回家 腿怎么样了 没事 喂 妈妈 宝贝 还没睡呢 妈妈 我想你了 好孩子 乖 妈妈也想你 秋秋啊 在爸爸家要听爸爸的话 嗯 秋秋 想听妈妈给你讲故事吗 嗯 从前啊 有一个诗人叫王昌霖 他在一个叫龙彪的地方当县令 有一天晚上 他写诗写困了 然后就找了一根绳子 一头 甚至在你的头发上 另外一天 你妈你 慢点点你 腿都瘸了还不老实 阿姨 她呀 就得全身骨头都断了 她才能老实得了 丫头 一个月都不见了 跟哥说点好听的呗 不说 说一个 欢迎回家 谢谢 妈 今天累了早点睡吧 改天我再跟您汇报工作 对 你肯定累坏了 早点歇着 佳佳 时间不早了 你今天就住这儿吧 反正也有房间 给你妈打个电话就行了 好呀 那就打扰您了 都早点歇着 你们兄妹俩有话 明天再聊 好 那晚安 晚安 早点睡啊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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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脸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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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疼是吧 嗯 怎么这么厉害啊 怎么了 咬咬咬过了 哦 折腾药 妈给你找折腾药 妈 别拿 别拿 为什么 上瘾 你 小蕾 嗯 小蕾 小蕾 妈陪着你啊 嗯 忍着点 妈陪着你就不太疼了啊 嗯 好安逸啊 哎呀 瞧样子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是啊 忍着甜甜的 你做什么呢 让哥哥给你来一杯提神醒脑的东西 哎 保证你这一天啊 哎 怎么了这儿 怎么了 哎呀 噁心 喂喂喂喂 这儿 这儿你没发烧啊 你哪儿不舒服啊 我不跟你说呢 我得赶紧上班了 我来不及了 别别别 你别着急 你今天休息一天哪 昨天都噁心一天了 噁心一天了 噁心一天了 你又被什么噁心掉了 出人命了 我走了 哎 出人命了 什么时候接刑事案件了 哎呦 哎呦 这么好的东西全浪费了也没人喝 怎么会这样啊 啊 我 哎呦 走 赵磊 夏磊忍着点 疼 疼我知道我知道 疼啊 我知道 怎么就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忍着点啊 妈 忍着点 咱找大夫去啊 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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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牵着点啊 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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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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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疼啊疼啊 行吗 行 又没伤到骨头 还行呢 你那口子七厘米长 这鸡尖差点折了知不知道 你消停火别折腾了 行了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我要是你妈 我有你这种儿子 我早疯了 你现在精神头儿怎么样啊 还行 怎么办 除了您那小拐棍 咱出去溜达溜达 夏佳佳 你的人性开始闪光了 小废话 走 走走走走 小心 看我 什么时候开始玩摄影了 我以前呀 一直想攒钱买个吉他 结果我终于攒好钱了以后 就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了摄影器才成 然后就有了我第一台相机 很冲动嘛 结果冲动完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把我冲动的结果 拿给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说我买了一个玩具 行了 比我哥拍得行 什么是 怎么着 说说你吧 我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反正天天在那儿就干体力活呗 什么 服务员 结账 好的 您稍等 不过说实话 你在那边看到那些 心里肯定特别难受吧 我真的挺难想象你会去那边的 是 我也没想到吧 我之前跟你妈聊过 她特担心你 她怕你疼 不过 你要是不吃止疼药的话 会影响治疗的是吧 我妈就那样了 是大惊小怪的 我觉得也是 疼的话吃点止疼药不就没事了 就好是 你好 您供消费七十八元 好 赵磊 你怎么了 赵磊 慢点 慢点 没事 没事 你真胡闹了 怎么能带她出去呢 行了 妈 别念叨了 就这么点事 还疼吗 没事 没事 你出去吧 行了 没事了 好 阿姨 对不起 你怎么可以把她带出去呢 真是胡闹 我只是想跟她说止疼片的事 在家里不一样说吗 还非得出去啊 那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 她高兴了 可能就答应了 我估计最近赵磊 是高兴不起来了 那您给我写个剧本 下次我抓着眼督了 跟我生气了 我是跟我自己生气 我干这么没大脑的事 犯这么大的错误 佳佳 你是有错 但只是一点点小错 不 做大的是赵磊和她爸爸 我现在全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赵磊 那次出事的样子 想起来她爸爸 就这么走了 是吗 家家 谢谢你孩子 这些日子你一直陪我陪赵磊 你对赵磊的帮助比我都大 爸 谢谢你 真的 阿姨 我该谢谢您 让我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你本来就是这个家的人 佳佳 我跟大夫联系过了 人家说 只要注意剂量就没事 妈妈帮着你控制剂量 快吃了吧 吃下去就不太疼了 赵磊 赵总 你还没做呢 我把订单都改完了 效率挺高嘛 看来我得给你涨工资了 说话算话 来来来看看我儿子 说话吧 别来胖多了 对了 你饿吗 我给你买点吃的去 我不饿 你自己去吃吧 赵总 我知道你现在挺辛苦的 可你要保重身体啊 公司全靠你撑着呢 有那么严重吗 我挺好的 再说公司不是还有夏总呢 大家都知道 夏总也知道 公司里你才是顶梁柱 有了你 公司才有今天呢 你就是给我戴再多的高帽子 我也不可能给你涨两次工资 赵总 我知道你心里挺苦的 可是只要你愿意 随时可以找我聊聊 好 好 好 谢谢你 快去吃饭吧 我收拾收拾也走了 我多陪你一会儿 你一个人也挺寂寞的 你总是这样吗 心里再苦再累 都憋着 从来不和别人说吗 你知道我有多心疼你吗 别的 太晚了 我得回去了 你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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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俩虽然坐在这儿 但是她们俩可不是男女朋友啊 她本来有一个好朋友 然后那个人是她的男朋友 她们俩是欣慰充满一起长大的可爱妹了 然后你看她们俩的关系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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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这种破玩意儿你怎么看得进去啊 挺好看的 你看呀 来吧 吃早饭啦 来吧 吃早饭啦 妈 我用这么夸张我能动吗 你要吃了吗 吃了 我盯着她吃的 大夫叫你附健去了吗 她去 我一会儿带她去 有佳佳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吧 吃早饭 等我好了第一件事 就是要离开你们了 坐好 还没吃早饭 吃饭吧 我喂你 你已经被我妈给童话了 好 小心 小心 我去给你倒盖水 但这两片也没药 我又不是宠物 哈喽啊 你这是干嘛呢 好 给你们装一个调光器 调光器 你们俩还能再浪漫点吗 当然能啊 我还要用这个呀 往这儿一捅 就寻情了 你快算了吧 你要捅也等我走了再捅 我可见不得这血腥场面 对了 我生日 你和我妈都来哈 对呀 这个呀 本来应该生日时候给你 可是当着那么多人呀 我是真不好意思 我猜肯定不是相机 对 那肯定不是 打开看看 打开了啊 项链啊 谢谢 我很喜欢 喜欢啊 就戴上吧 嗯 爸 你说一定要再测一次吗 那当然了 万一不准呢 难受死我了 这个死张洞 我跟你爸刚结婚的时候 没打算马上要孩子 结果出意外了 那时候打开还得经过单位领导签字 你说逗吧 没办法 只好把赵宏生下来 你别把这话告诉赵宏啊 她会误会的 其实 我很爱她的 我亲爱的妈妈 你跟我说的都不是一码事 怎么不是一码事啊 我看你这辈子啊 也就是张东了 我劝你干脆奉子成婚 妈 不许说出来啊 说出来怎么了 这也不是坏事 你觉得 张尊 这个名字怎么样 刚才你不还说 没准怀为怀呢吗 怎么这么快 名字就起好了 妈我跟你说 这名不好听啊 怪了怪气的 那张俊 张瑞 张宁 妈 你这起的什么名字啊 太难听了吧 当初你嫌赵宏给秋秋起的 名字不好听 差点跟她断绝关系 你现在起的也不怎么样啊 赵磊说得对 你跟爸起名的水准都太差 我起这名字哪不好了 那总比赵宏强吧 她给秋秋起的什么名字 刘秋莲 你听听 秋天的刘莲 这东西怎么这么慢啊 起码不用找老曾医去耗败的 还得等着她 眯着眼睛摇着头跟你说 你又喜了 妈谁又喜了 我喜欢你回家 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你起床 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 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 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 我喜欢快乐时 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 就想起你能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 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 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想起 有心才会珍惜 可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胞 用相知相守 还地球天生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可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胞 用相知相守 还地球天长